大家好!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王权篇首发剧照经验亮相,李一同合成一言直报表。 近期,古装剧界热闹非凡,特别是备受瞩目的狐妖小红娘王权篇。 这部剧不仅制作经验,而且汇聚了诸多实力派演员,如成一、李一同等。 观众期待着这场别开生面的视听盛宴,预告片展现出华丽的画面和精彩的配乐与特效,令人期待不已。 成一和李一同作为领衔主演备受瞩目,他们的出色表演能够为角色赋予深刻的情感和魅力。 此外,剧中其他实力派演员如常华森、郭俊辰、刘耀文等的加盟,也为剧集增添了更多看点,每个角色都有着引人入胜的故事和魅力。 然而,制作一部成功的古装剧并非一式,剧组面临着市场竞争和观众口味的挑战。 除了扎实的剧情和吸引人的故事情节外,演员们还需不断提升自己的表演技巧,以深入人心的演艺角色。 因此,人们对《狐妖小红娘王》全篇充满期待,同时也希望剧组在制作过程中能够保持高水准,呈现出一部精彩分成的古装剧作品。 谈及《狐妖小红娘王全篇》,首先值得称赞的是其制作水平。 无论是服装道具还是剧情编排,都经过了精心雕琢,呈现出细致入微的效果。 前两部的成功为这部剧奠定了基础,而王全篇则进一步超越了自我,展现出更高的水准。 诚意的魅力也是不可忽视的。 作为古装剧界的颜值担当,她的表演实力早已赢得观众认可。 在《狐妖小红娘王全篇》中,她再次展现出惊人的演技,无论是儒雅的古装造型还是英姿萨爽的剑客形象,都令人印象深刻,仿佛看到了一个个古代英雄的身影。 李依童是古装剧中的代表美女,她的魅力不仅仅体现在甜美的五官和清新可人的气质上,更在于她在表演中展现的才华和魅力。 作为一名演员,李依童深谙角色的内心,能够将角色的情感与内涵完美地呈现出来,让人为之动容。 在《狐妖小红娘王全篇》中,李依童将古代美人的形象诠释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身着紫衣还是粉衣,她都能够将角色的气质和韵味展现得淋漓尽致。 紫衣下的灵动,粉衣中的古韵,每一个造型都仿佛是一个个古代画卷,将观众带入了一个神秘而美丽的世界。 除了外在的形象塑造,李依童在表演上也功力深厚,情感丰富。 她能够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受到角色的喜怒哀乐。 在剧中,她的表演不仅仅是一种演技,更是一种艺术的表达,让人为之倾倒。 与此同时,李依童在塑造角色的过程中也不断挑战自我,突破自我。 她不断尝试不同的角色和不同的表演风格,力求将每一个角色演绎得更加完美。 正是由于她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对表演的执着追求,才使得她在古装剧中的表现备受观众认可。 值得一提的是,李依童在《王者之权》中展现的不仅仅是美丽和才华,更是对女性形象的重新定义和塑造。 她将角色塑造的既有内涵又有魅力,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美丽形象,而是以更加自信和独立的姿态呈现在观众面前。 因此,李依童在《狐妖小红娘王者之权》中的表现不仅是对自己演艺生涯的一次重要突破,更是对古装美女形象的一次重新定义。 她的出色表现不仅为剧集增色不少,也让观众对她的演技和魅力刮目相看,期待她在未来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 这部《狐妖小红娘王权篇》的演员阵容可谓是星光熠熠,每个演员都是实力派,为剧集增添了无限的看点和魅力。 常华森、郭俊辰、刘耀文等实力派演员的加盟,不仅让剧集的阵容更加豪华,更为故事情节的展开,增添了更多的可能性和深度。 常华森以其独特的气质和出色的演技而著称,他的每一个角色都能够深入人心,让人对角色的命运产生共鸣。 在《王权篇》中,他的加盟无疑畏惧集增添了更多的看点,也让人对他的表演期待不已。 郭俊辰,作为新生代演员,他的演技备受认可。 在他的表演中,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总是能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他的加盟不仅为剧集增添了色彩,更为剧情的发展带来了更多可能性。 刘耀文,这个名字家喻户晓。 他的出演总能吸引观众的极大关注,不论是角色还是演技,都令人眼前一亮。 在《王权篇》中,他的加盟为剧集增添了更多看点,为整部剧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整个阵容的高颜值和实力派演技让人对《狐妖小红娘》王权篇充满期待。 他们的加盟不仅丰富了剧集色彩,更给观众带来了惊喜。 这简直是一场星光异议的古装盛宴,令人热切期待剧集的播出。 相信这部剧定会成为古装剧界的一大亮点。 尽管《狐妖小红娘》王权篇备受期待,但要成为真正的爆款,仍需面对一系列挑战。 首先,观众口味多样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如今,观众对古装剧的要求不再局限于传统武侠或宫廷斗争,更倾向于新颖独特的剧情和角色。 其次,市场竞争激烈。 古装剧增多,观众选择广泛,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需有独特亮点和吸引人的故事。 只有如此,才能吸引更多观众,确保收视率和口碑。 此外,内容更新和创新是保持剧集长盛不衰的关键。 观众追求新鲜感,剧集需不断更新换代,创新故事和角色,以保持观众兴趣。 尽管面临挑战《狐妖小红娘》王权篇的未来充满期待。 首先,制作团队积极探索新创意,优化剧集内容,保证品质水准。 其次,主演诚意和李一同的人气和影响力将是成功关键, 粉丝群将是剧集稳定观众,未收视率和口碑保驾护航。 尽管《狐妖小红娘》王权篇面临着诸多挑战, 但只要剧组持续努力,不断创新, 相信这部剧定会成为古装剧界的一大爆款。 让我们拭目以待,期待着剧集的未来发展, 也期待着它所能带来的惊喜和感动。 《狐妖小红娘》王权篇无疑是备受期待的古装剧, 但它是否能成为古装剧界的心宠, 还需时间地检验。 诚意和李依同作为主演, 他们的表演实力无疑能为剧集增光天才。 然而,剧集中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和讨论的方面, 例如剧情的深度和逻辑性, 以及角色的发展是否合理等。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长古装剧的盛宴吧。 首先,诚意和李依同的表演实力 无疑是这部剧的一大亮点。 两位主演在过去的作品中都有出色的表现, 他们的加盟为剧集增添了不少看点。 诚意以其儒雅的气质和扎实的演技, 能够将角色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而李依同则以其清新可人的气质和出色的表演, 将古代美人的形象诠释得淋漓尽致。 他们的组合无疑能为剧集带来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然而,要想成为真正的古装剧介意新宠, 剧集还需在剧情和人物塑造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一部成功的剧集除了需要有出色的演员阵容外, 还需要有扣人心弦的剧情和丰富多彩的人物。 观众对于古装剧的要求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宫廷斗争和爱恨情仇, 更希望看到更加真实和丰富的故事情节和角色形象。 因此, 剧集中的剧情设置和人物塑造是需要不断改进和提升的地方。 剧情需要更加紧凑, 扣人心弦, 角色需要更加立体, 丰满, 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观众, 确保剧集的收视率和口碑。 只有这样, 剧集才能在竞争激烈的古装剧市场中脱颖而出, 成为古装剧界的新宠。 根据以上所述《狐妖小红娘王全篇》有着成为古装剧界新宠的潜力, 但在剧情和人物塑造方面仍有提升和改进的空间。 成义和李一同的加盟无疑为剧集增添了不少看点, 然而, 剧集还需不断探索和创新, 方能真正吸引更多观众, 赢得市场的青睐。 开始推理把二爆迪利热巴路透, 暗夜玫瑰风情万种, 谁能不心跳?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疲惫? 迪利热巴, 这位来自新疆的璀璨明星, 每一次亮相都像是一场美帝盛宴。 他拿令人心醉的美, 早已超越了寻常, 让人为之倾倒。 说到迪利热巴美的令人心醉, 这不只是赞美之词, 而是对他独特魅力的真实描述。 在他的演绎生涯中, 我们见证了无数经验瞬间。 而这一次, 在开始推理把二的新路透中, 他以暗夜玫瑰的形象再次刷新了我们对美帝认知。 那一刻, 仿佛黑暗中的一朵玫瑰静静绽放, 美丽与神秘交织, 让人难以抗拒。 让我们从他的发型说起。 微卷的长发被巧妙盘起, 看似随性却优雅。 两朵血色玫瑰点缀其间, 如黑夜中的明珠, 为整体造型增添了几分妖娆。 拉长的眼线和淡淡的口红, 更凸显了他眼眸的深邃与魅力。 再看他的服饰。 黑色长袍似有似无的覆盖, 如夜空中的乌云, 神秘又诱人。 长袍下若隐若现的薄纱长裙, 则透露出他的性感。 这种性感不是直白的展示, 而是透过薄纱与长袍的搭配, 让人在遐想中感受他的魅力。 这种魅力内敛、含蓄, 却足以让人倾倒。 昨日的迪丽热巴是科技感的蓝色妖姬, 冷艳的装扮令人眼前一亮。 而今日的他, 则化身成性感的午夜玫瑰, 在黑夜中绽放独特光芒。 这种变化无常的风格令人惊叹, 也更加期待他未来的每一次亮相。 迪丽热巴的美貌不仅仅在外表上, 更在气质与神韵。 他的一贫一笑, 一举一动都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当他回首一笑, 百媚生动仿佛在眼前, 令人动容、陶醉。 他如同人间的暗夜玫瑰, 在黑暗中绽放, 散发着迷人芬芳。 迪丽热巴的美貌与魅力吸引了无数粉丝, 也使他在娱乐圈独树一帜。 他以独特形象和风格成为众多人心目中的女神, 每一次亮相都引起轰动和关注。 他的美不只是外在, 更是内在气质和神韵。 在演绎道路上, 他保持着对事业的热爱和追求。 他以精湛的演技和出色表现力塑造了经典角色, 让观众动容。 他的表演风格独特, 能将角色内心展现, 让观众真切感受到情感和魅力。 迪丽热巴的美不只是视觉享受, 更是精神满足。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传递积极向上的力量 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他用努力和才华证明了美丽不是空洞的装饰, 而是内在的力量和魅力。 迪丽热巴美的令人心醉不只是赞美, 更是真实写照。 他以安夜玫瑰的形象刷新对美帝认知, 让人倾倒,沉醉。 在未来, 我们期待他以独特美貌和魅力 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会来!